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就特別有感觸 我今天其實來有一個目的 就這個前面 我還吐過這件事情 一直放在我的心裡面 喔天啊我要哭了 這裡是夢的地方 應該很多人熟悉這個畫面 很特別很特別的地方 這裡是哪裡呢 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就特別有感觸 出道到現在就沒有出來 喔天啊我要哭了 之前會在這個地方賣 買一些吃的 宿舍應該就在前面 那時候會這樣子走過來 然後那邊後面就會疊很多粉絲在這邊拍 我想我們的房子要再往前 這邊超級大 喔這裡面是練習室 有其他站在哪 應該在...啊在這裡在這裡 我今天其實來有一個目的 就是我想要拍一張 會勾起大家回憶的一張照片 這邊應該就是我住的地方 不錯 欸到底是還是不是啊 我的天啊 所有練習的畫面 都是在這裡面拍的 我們所有選手都會從 必須從這邊出來 來到這個睡覺裡面 大家熟悉的那個畫面就是 那個地方 拍過來 我應該是這樣子 跑過來 然後我在這裡上去 你剛剛拍什麼 我剛剛拍了一個 特別有畫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場景 剛才的一個動作 就是睡覺的地方 跑到 練習室 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要跑 就是怕被拍到 不可以被拍到 那個時候在 就這個前面 我還吐 那個時候其實我生病 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有螢幕是 那個時候老師呢 會來宿舍 然後看同學的情況 那個時候也在錄影 我在房間裡面 老師進來看完 看完之後 他說哇 你這麼可憐 那其實 我那個時候確實 還挺可憐 就是 身體已經撐不出了 然後 得了那個腸胃炎 那個 鏡頭拍完之後 馬上 就去拍其他的 同學 結果 我經過那個地方 我就想說 唉 你不要裝得好像自己很 很病一樣 我就走得非常正常 結果呢 很不巧 那個畫面 被大家 悟著 大家以為我 剛才前一part 在我房間裡面 裝病 對 所以這個是 很久很久以前 我一直放在心裡面的 一種事情 那一天 我就 半夜的時候 到醫院去 花季城 我忘記是去的路上 還是回來的路上 我跟我的 發到鼻底頭 就在宿舊樓下來 吐了 這些事情 一直放在我心裡 所以你知道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大家都其實沒有解開過這個誤會 對對對 很多人覺得我們在裝病 就鏡頭面前 你感覺好像很可憐 但其實那個時候 我路過畫面的時候 我是故作堅強 希望到當時 對於這件事情 永遠相反 可以見到這個答案 哇 有時候 真的是 開喔 這是我 在那邊 哎呀 來到這個地方 讓我 何不容嘴 過了好幾年之後 我還回想 那段時間 我感覺我好像很清楚 我覺得那是一場夢 那時候太可怕了 那時候 我睡不著覺 每天睡不著覺 想要趕快睡著 一眼睛睜開的時候 發現那些聲音都還在 睜開眼睛的時候 天已經亮了 但我還沒睡覺 那種感覺很可怕 壓力很強 但如果現在 再給你一次機會 成立正常生活 那我覺得我會 很酷 很美 我覺得那個時候 雖然說 很痛苦 然後 很有精神上面的壓力 各方面 但是 這些經歷呢 也是 讓我瞬間成長 的 的 的一個過程 我現在還有其他工作 我今天是放小來的 開心有這樣的一個旅程 掰掰 除了 最後還是 我們在那裡 做了 有時候 我們在那裡 你應該會